科技發達 現代人擁有手機 平板 電腦 早就已經不是新鮮事 但您知道 台灣的多螢幕使用者當中 有高達77% 同時擁有3個以上的裝置 高居亞洲的第二名 另外 台灣的女性跟男性 使用手機 平板跟電腦的習慣 也是大大不同 到底有哪些差異 一起來看 手機 平板 電腦 這是現在很多人 都擁有的科技產品 而且同時擁有 這些裝置的民眾 比率也越來越高 調查顯示 在台灣有77%的多螢幕使用者 同時擁有3個以上的裝置 僅次於澳洲 藥居 亞洲第二 台灣的多螢幕使用者的分部 擁有3個以上的多螢幕裝置 在亞洲的比例來說 右邊這個桶其實是亞洲的平均值 其實台灣人 如果你把3個螢幕裝置 跟4個螢幕裝置加起來 其實是高於亞洲的整個平均值 有趣的是 台灣女性透過電腦 平板 智慧型手機 接收廣告的高峰 都是落在周日 反觀男性 透過電腦接收廣告的高峰 是周四 平板則是周日 智慧型手機是周二 男女大不同 女生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女生在使用每一個螢幕裝置的時候 似乎都還滿穩定的 但是在周末 在3個螢幕裝置上都有微幅的身高 可是男生你也如果過來看 雖然他整體而言是非常活躍的 可是男生在跨雲的使用者行為上 其實是非常難以預測的 因為他們Pick的時間點都不太一樣 業者建議透過行為研究 廣告主可以更了解消費者使用習慣 打破遺忘只將廣告 只投注單一螢幕裝置 創造更大商機 經濟日報楊超成台北報導 精彩 小 勇 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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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超